股价经过一波拉升之后,在高位横盘时,是出货还是洗盘? 出货就意味着没机会了,不能碰,洗盘则意味着还会有接力拉升 很多人弄不明白,还经常判断错误,结果可想而知 今天分享三招,一分钟就能帮你看清主力意图,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好,我是股市青春牛,首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加个关注 老朋友记得查点赞支持一下,我们进入主题 第一招,看量能的变化 如果随着股价阶段性的震荡,成交量快速减少 最好能萎缩至量能最高时的20%左右 整体看起来呈现的是前高后低 经过洗盘之后,大概率还会继续上涨 反过来,如果量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呈现放量的量堆形态 那出货的概率就比较大,建议远离 第二招,看K线的异动 如果是出货,主力为了吸引市场注意力 尤其是散户的关注 股价一般波动会比较大 多数K线会有较长的上下影线 生怕别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只有有了关注度,才有跟风筹码接盘的可能性 自己才能将筹码派发给散户 而洗盘就完全不一样了 洗盘的目的是为了再次的拉升 主要就是想洗出场内不坚定的浮筹 防止后期拉升产生超预期的抛压 并让拉升能够顺利完成 所以它的对手是场内的部分不坚定的浮筹 一般会通过小阳线小阴线向下倾斜一定幅度的震荡走势 消磨掉场内浮筹的耐心 第三招,看趋势的均线 如果是洗盘,60日线是不会掉头的 不管它怎么洗,一般都不会发生掉头的现象 如果掉头了,那基本说明主力利用震荡再出货 走为上策 好了,大家可以在平时实战中多留意 相信会对你的交易有所帮助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看到了,我会及时回复 也欢迎转发,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我是股市秦川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